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大陆强烈冷气团难下 所以从昨天开始就越来越冷 今天也会越来越冷 一直要冷到礼拜四明天的晚上到礼拜五的清晨 所以提醒大家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都要比你现在感受到的温暖可能还要再多一点点 因为越晚越冷 另外这一波的水气要比预期的要来得大 所以北部地区甚至于包括南部地区 都变成有雨的天气状况 所以湿冷可能在体感温度上面感受会更冷 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鼠的预测 北部地区阴短暂雨 降影几率高达90% 白天的温度是14到18度 中部地区多云 降影几率是20% 白天的温度是17到21度 南部地区阴短暂雨 降影几率是30% 白天的温度是18到24度 东部地区则是阴天 降影几率是20% 主要是花莲20%的降影几率 不过宜兰有90%的降影几率 台东也有30%的降影几率 白天的温度15到23度 澎湖地区阴短暂多云 降影几率是10% 白天的温度是17到20度 伴随着既有强烈大陆冷气团 而且礼拜五有可能会达到寒流等级 再加上下雨 同时还有强风特曝 这个体感温度就会降非常的多 所以请大家要做好保暖 那么目前各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台南高雄以及宜兰 目前是16度 台中跟花莲目前是17度 台东跟澎湖目前是18度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 道成公益指数上涨了251点 刷盘指数37557点 涨幅0.68% 连续第五个交易日 创历史新高 纳斯达克上涨了98点 刷盘指数1503点 涨幅0.66% 标普白指数上涨了27点 刷盘指数是4768.37点 涨幅0.59% 费城半导体上涨了21.77点 刷盘指数是4125.56点 涨幅0.53% 好这个道琼呢 再继续的创历史新高 也凸显出来 现在连准汇呢 整个货币政策的转向 它对于这个股市的效应 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小型股 周期性的景气循环股 可能影响是更大的 好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受到了鸿海 那么可能有很多的航商 都无法通过 苏伊士运河 使得呢 这个运输的时间 要拖长的影响 那这个影响其实非常大 在原油市场当中 影响更大 因为有相当多的原油 必须要经过苏伊士运河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 油价上涨 牛油原油期货价格 上涨了1.12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 73.94美元 涨幅1.54% 而白布兰特原油 上涨了1.28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 79.23美元 涨幅1.64% 在农粮价格的部分 那么这个芝加哥黄豆期货呢 下跌了0.92% 芝加哥小麦期货 上涨了1.05% 芝加哥玉米期货 下跌了0.89% 好另外呢 在黄金的部分 贵金属的部分 那么因为呢 美国的这个宽松货币政策的方向 似乎越来越受到市场的肯定 所以我们就看到呢 美元指数还在下滑 而这个 美国的10年期公债值利率呢 则是来到了百分之三点九三一 就连一年期的公债值利率呢 都已经跌破了百分之五 来到百分之四点九四一 这些呢都有利于 这个黄金的上涨 这个值率下跌 美元指数下跌 都有利于黄金 所以我们看到纽约黄金 期货价格上涨了十一点六零美元 美澳子报价是两千零五十二美元 涨幅百分之零点五七 白银的期货涨了百分之零点八九 那么铜的期货涨了百分之零点一九 那么把金的期货涨了百分之三点四六 好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的是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呢 下跌了0.44个百分点 来到102.12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欧洲 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也都是上涨的 英国金融出发版本股价指数 上涨了23点 涨幅百分之零点三一 泛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上涨了5.81 涨幅百分之零点零八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了93点 涨幅百分之零点五八 好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最近联准会的官员 在这个会议结束了之后呢 纷纷发表他们的看法 现在呢 看起来最鸽派的官员出现了 就是旧金三联准银行总裁戴利 他认为目前通膨持续几个月的稳定下降 那么即使明年降息三次联准会的利率 仍旧有相当的限制性 所以呢 他认为只要通膨的下降的速度呢 那么比预期的要来的快 那么放松放宽紧缩 货币的决策是合宜的 那么这个现在看起来 因为戴利本来就是鸽派 另外我们在对照呢 其实虽然之前 其实有很多的联准会官员出来说 那么现在市场乐观的预期 明年三月就要降息 这个太乐观了 言之过早 那么这个不成熟 这包括了波斯迪克 亚利三大联准银行总裁 还有纽约联准银行总裁 威廉斯 以及芝加哥联准银行总裁 格斯比 还有梅斯特 这个是克里夫兰联准银行总裁 梅斯特 希望消降 交息市场上面 那么乐观的预期 不到目前为止 认为明年联准会 三月会降息的几率 仍旧高达百分之66.7 远高于一个礼拜 联准会开会之前的百分之42.3 好 这个是降息预期的部分 而且可能不会只有联准会 昨天呢 欧洲央行当中的 法国央行总裁 他也是欧洲央行的 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呢 他就提到说呢 利率现在在4%的高峰 就已经是可以抑制通膨了 欧洲央行应该要在明年的 某一个时间点 调降借贷成本 好 所以欧洲也发出了 希望能够降息的声音 因为现在欧洲各国的经济状况 真的太糟了 而不只是如此 加拿大央行总裁马克林呢 他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说他预期央行明年会开始降息 当然他有一个先提的标准 就是核心通膨呢 要能量连续数个月的下滑 但这一些条件呢 现在看起来都比较像是 先打预防针 准备降息 所以明年可能会是已开发国家的集体降息 而不纯粹是一个单一的国家 就是美国的降息而已 好 所以呢 我们看到说呢 这就迎来了华尔街最大的空头 摩根斯坦里的投资长兼美股策略分析师 那麦克威尔森呢 他就这个投降了 他说这一年我都错了 他说因为这一整年 其实威尔森他都是看坏美股的 而且认为呢 美国联准会要坚持 这个高的利率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一定会带来衰退 硬着陆 可是呢 他说 现在呢 鲍尔呢 这个改变态度这件事情 将使得连 而且态度这件事情 最重要的一个改变是 未来不只是要关心通膨降温 可不可以持续 而且代表着 联准会更加留意经济成长 事实上昨天 旧金山联准银行总裁 戴笠就说 他们要小心注意 这个失业的出现 因为呢 失业只要一开始出现 它就会是大规模的失业 而不会小幅度的增加 所以呢 看起来现在 联准会更关心经济的成长 而相对比较 没有那么的放在通膨 这件事情上面 所以他认为 当这个通膨 只要能够维持在 相对稳定的状况呢 小型股 周期股 还有低品质的一些股票 就更有机会 因为事实上 今年以来涨最多的 还是七大科技公司 好 另外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日本央行 昨天呢 不但按兵不动 负利率政策维持 同时呢 它的职力起限控制政策呢 也维持在 十年期公债值率 希望能够压在 百分之一以内 而且呢 这个连 这个日本央行总裁 之前河南呢 还坦言 目前很难拟定 负利率政策的 退场计划 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呢 就立刻导致日元呢 那么狂扁 对美元呢 扁值到144.9对1美元 那当然在这个最新的数字呢 是来到143.85对1美元 可是呢 日元扁值反而通常都是代表的 日股的好消息 所以日本股市呢 反而是上涨了460点 涨幅达到百分之1.4 刚好两样勤 好了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红海的危机 现在美国呢 提倡呢 要联合英国 法国等九个国家 总计十个国家呢 一起成立海上的特遣部队 来确保商船的平安通过 但无论如何 现在呢 这些商船 不管这个通过红海 不敢经过苏伊斯印河 而必须绕道这件事情 使得整体的运力减少了一成 这也使得呢 现在呢 货柜在跟这一些客户呢 谈长约 长期合约的时候呢 价格呢 现在呢 看涨 那么现在的谈判呢 现在短期之内呢 看起来意外的风盘 意味着可能要涨蛮多的 那市场现在预估呢 整个运价欧洲线可能要涨三成 因为全球欧洲线的占比就达到了 20%到25% 如果这一个绕道的这件事情 多花几周的话呢 会让全世界的运力都受到影响 而且现在不是只有 苏伊斯印河通过困难 那么还有巴纳玛印河 因为干旱的关系呢 限量通过也会产生影响 好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 韩国的记忆体三星跟SK海力士呢 明年的投资金额都要大幅度的增加 三星增加25%的投资金额比今年 而SK海力士明年的投资金额要翻倍 这个呢都会使得他们 未来的产能会大幅度的增加 不过因为呢 它短期之内产能还没办法开出来 加上了短线上面 记忆体的这个需求人高 所以呢短线价格仍会上涨 不过长期呢 可能对于记忆体的价格会有所打压 第二我们看到的是 那么当美国呢 整个的升息周期结束循环了之后呢 就看到中美之间的 国债的利差缩减 所以资金呢快速的流向中国大陆的债券市场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那么11月外资呢买进大陆境内的债券呢 就净投入了350亿美元 这个呢是创下了六年前开始有这项记录以来的最大记录 这显示出来呢是 第一个是中美之间的利差呢 未来将会缩小 而第二个部分呢是 对于中国大陆呢 就算不会采取大量的大规模的刺激政策 但是对于这个官方呢 有能力支撑经济还是有信心的 好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辉达呢 特工给中国大陆的显卡 预计28号两项 而比亚迪的销量呢 估计在这一季就会超越特斯拉 但更上游的动力电池业 则是已经进入了淘汰赛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陆港股的部分 上升综合指数呢 上涨了1.59点涨幅0.05% 深圳城市上涨了9.95点 涨幅0.11% 香港恒生指数昨天下跌 下跌了121点 收盘指数16508点 跌幅0.73% 好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呢 昨天在外资呢 现在开始进入了圣诞假期期间 那么成交量相对减少的情况之下呢 金融市场昨天呢下跌了75点 收盘指数17576点 跌幅0.43% 成交金额3258亿元 而OTC的部分呢 则是下跌了2.33点 收盘指数是231.08点 跌幅1% 电子股跟金融股都走跌 所以呢使得台北股市呢相对压力比较大 不过外资呢还是继续小幅买超了1.65亿元 投信呢买超3.22亿元 但自营商大卖78亿元 好 所以呢这也是主要台股呢跌的原因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台积电呢 人事上面会出现重大的变化 他的董事长刘德英宣布不参与下一届的董事提名 所以呢要正式的退休 那么由现在的副董事长继总裁 这个位则家呢 接董事长兼这个总裁 好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莫根斯坦迪对于台北股市明年相当乐观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大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大会